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明白他出生在这个时代 他玩手机玩电脑 他是正常的 如果现在的孩子不会玩手机 不会玩电脑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他要与这个时代落伍的 这个是时代和环境 赋予给不同的时代人的 不同使命和天赋 我们去包容这一切 但不代表放任不管 比如说你想禁止孩子玩手机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要让他有序 掌握一个合理的范围就好了